我辈分确实大 不过你不用教书 教扣就可以了 大一个狼 你有什么打算 说出来听听吗 我打算开一家 自己的台球俱乐部 就像在贺心一样 不以比赛为目的 主要是培养大众的兴趣 斯诺克说到底 还是一个小众运动 基础小 我先把地基给做起来 而东兴城和北城这样的俱乐部 主要还是培养职业运动员 跟我想做的方向不一样 你想做的 我和老师一定支持你 我不可能拿东兴城去试错的 而且东兴城家大业大 跟不得表教练 也不允许我试 好了 说完了 该走了 都不给我反驳的机会了 你大道理太多 帮我收起来耽误时间 对了 我要去谈恋爱了 正好休赛 球赶就不带了 帮我拿着 等我回国 妈 真帅啊 帮你喝点什么 帮我们去买 那你去吧 宝贝啊 行 那帮我们看上水面 行 去吧 走 你男人牛了 刷屏了 你怎么戴上帽子了 你怎么戴上帽子了 傻了 不是 你怎么来了 我送你去比赛 顺便去一趟球方 然后 摆一点手续 快坐下 快坐下 你别被人看见了 快点 看什么 我们这趟航班 有好多同行 都是去参加 九球公开赛的 你今天刚赢了比赛 正刷屏呢 那被人看见了都不好 快戴上 快点 快点 对了 我妈今天跟我说 贺老给她打过好几个 叙旧的电话 都是在说你的 我老师上次知道 我们俩的关系 特别高兴 不但有时间了 一定带你去家里 去你老师的家里啊 对 去外面的话 也不方便 年纪大了 不好做通 不是 不是 我不是想去外面 我就是 你知道我从十岁开始练球 就听身边的人提你老师 我就是没想到 有一天我真的能见到他 你是他嫡系图弟的女朋友 姐妹应该应付 你话虽然这么说 但你知道吗 我认识你之前啊 一直觉得贺老的徒弟都是 叔叔啊 伯伯那一辈儿的 就连最小的姜阳 也比我哥大六岁 没想到 有你这么的乐网去吗 我辈分确实大 不过你不用教书 教扣就可以 大一个狼 你教练了 你 家属随对啊 他说 去陪我比赛 顺便去 见见老朋友 可以啊 刚拿下世界冠决 全网都在狂欢的时候 人家直接来随对了 他们没有进屋宴吗 我不知道啊 你俩认识的时候 算是女强男弱吧 怎么看上他的 一眼就看出来 她是潜力鼓了 可能 真是看上两个吧